安康轻轨土建统包工程因为施工需要 几日起一直到6月30号 大家要注意哦 在安和路一段河必安街的中央路口 将会进行车道封闭 而另外在安和路的二段河100项的中央路口 则是到7月31号为止会封闭车道 请用路人要多加的注意改道行驶 安康轻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中 力拼在111年完工通车 为了配合土建统包工程推展 目前在工程路段中有两个路口会进行封闭 包括在安和路一段与必安街中央路口 将封闭车道到6月30号为止 以及在安和路二段与100项中央路口 则封闭车道到7月31号为止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提醒 行经施工路段的用路人和车辆 请提早改道行驶 并且请配合现场告示牌面 与指挥人员的导引 确保行车安全 施工期间 民众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及建议事项 或者是想要了解最新施工动态 可以随时利用安坑公务所电话 22145832反应 安坑轻轨全线总长约7.5公里 设有9座车站 从最新的空拍影片当中可以看见 平面段已经在进行K2站 其后轨道铺设作业 高架段完成度不断的前进 捷运工程局指出 目前K6到K8站间 已经完成了50%以上的厂称 和钢购结构作业 还有地标安心桥 也正在进行轨道施工作业 希望能够如期在111年完工通车 为安坑带来便利的交通路往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